亚太区域 未来的安全、和平、繁荣 有重大影响这张图 这是今天要请张旭成教授 跟赖宜东教授来强化的 就传统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外 美国开始建构新的岛链 已经知道中国的企图 在它准备全面攻占台湾以后 往第二岛链去突破 那么美国就构建了一个新的第三岛链 甚至于连接到澳洲这一个绿色的 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那么迹象是各位知道 今年的五月、六月、七月去看这个简单的一个大地图 跟东欧共产集权解体以后 NATO就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功能已经失伪了 那么现在发现全世界最大的共产政权 甚至于共产集团 就是在亚洲 全世界五个共产国家 中国以外 北韩、越南 再来一个是标普 那么为什么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古巴 为什么这几的会都在亚洲 因为同样都受到北京共产政权的支柱 结盟 那么美国现在我想很明显的告诉大家 美国今后的重心点会在亚洲 那么同时一个东亚的北约集团 已经逐渐在成形 那么玉山周报一直以来 最关心了这个议题 不断的给大家来坚决 我们这一期也谈到 在上期东亚北约已经成形了 给各位做一个提示 有兴趣的媒体 我们愿意提供给大家进一步的参考 广告我们国内每年都有选举 每一个要参选的人都强调 这次的选举是最重要 是台湾历史性的选举 可是事实上选举已经加长变化了 我还是认为我们现在危机当前 选举的人候选人认真把选举选好 你最大的责任是代表你的政党赢得选举 但是不是候选的人 我诚恳地呼吁 大家要把心思 关怀 力量挪过来 关心整个台湾的安慰 跟永远的命运之所幸 大家缴 mã strangers 大家缴 帮大家一次 我们不是草莓 律商继业 加油 好谢谢 好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